接下来这个消息对许多的台北市开车族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原本路边有公用停车格都是一个小时收费一次 但是从下个礼拜也就是9月14号开始呢 停车费就改成了30分钟计费一次 收费时间就变得比较合理了 而台北的市停车管理处他们表示说 常有驾驶人抱怨说 有的时候只是停车10分钟而已 可是却要缴交一个小时的费用相当不公平 所以未来改成了半小时计费一次之后 如果原本是要缴40块的停车费 未来只要缴交20块就可以了 省下了一半的停车费